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毛毛却误以为是真的 还把她身上的刺青当成力量象征 飞飞不想让自己狗入戏太深 想退出却没有成功 有一次拍戏时 飞飞按照剧情被坏人抓走 毛毛却信以为真 于是从剧组的房车里逃出 掉进了一个泡沫塑料箱里 被一辆卡车运到了纽约 为了找到飞飞 遇到了一只叫小黑的猫 毛毛以为小黑和抓走飞飞的坏人是一伙的 就想打听飞飞下落 小黑假装知晓 于是毛毛和小黑就搭上了一辆车离开了纽约 再说另一边的飞飞 因为找不到毛毛而心急火燎 虽然剧组又找了一只狗 但飞飞还是很想念自己的毛毛 毛毛以为是塑料泡沫 多了她的超能力 因此 当用一项泡沫塑料倒在她身上时 便带着小黑冲出箱子 跳在地上 说是他们鸡肠鹿鹿 小黑教会了毛毛 怎样向人们讨要食物 吃饱喝足之后 遇见了一个叫小黄的仓鼠 小黄立马认出了偶像闪电狗毛毛 她很崇拜毛毛 于是便加入他们的队伍 这样他们搭上了正在行驶的火车 毛毛还以为自己有超能力 就领着小黑和小黄从火车上一跃而下 结果却摔到地上 把他们疼得够呛 从小黄的口中得知 他从电视上看到毛毛演的闪电狗 剧里的毛毛有超能力 小黑明白了真相 并且告诉毛毛那是演戏不是真的 可毛毛还不信生气的吼叫着 这一下引来动物局的人 他们把小黑和毛毛抓走了 小黄一看着急了 就只敢上去那辆车救出了毛毛 然后毛毛又和小黄一起救出了小黑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之后 毛毛终于知道自己真的没有什么超能力 小黑安慰他 没有超能力也不要紧的 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也挺好的 好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互相安慰 互相鼓励的 就这样 他们度过了幸福的日子 可没多长时间 毛毛始终惦记飞飞的安慰 决定去找飞飞 小黑和他发生了争执 于是一毛一狗分道扬镳了 小黑非常难过 他不想毛毛离开 都没有办法 小黄看到这情形 就过来好言相劝 告诉小黑咱们都是好朋友 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那才叫做够一级的好哥们 于是小黑和小黄决定去帮助毛毛 在说毛毛找到飞飞时 正好碰到那里发生大火 毛毛对着扬声心大叫着 于是救援人员得知了飞飞位置 然后把飞飞和毛毛救了出来 飞飞决定不再拍戏 还收留了小黄和小黑 一家人和一帽一狗一仓鼠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的米老鼠说电影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记得关注收看哦